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魏 維佳音 然後今天呢 我們在拍那個婆婆的插曲 叫《環環》 然後呢 我請到了裡面的男主角蘇偉哥 嗨 大家好 我是蘇偉 也是花櫃 也是花櫃 對 很開心來跟小魏一起拍這個《環環》的MV 對 然後我們今天在一個就是很特別的地方 紅龍博物館 就是你在戲裡面的那個情感 然後你就穿越 你說花櫃嗎 對 花櫃時空旅人過來然後遇到我這樣 喔 很難點想 她為什麼會這樣想 想要做這種就是呈現方式 不然不知道要怎麼合理的跟你一起出現在鏡頭 哈哈哈哈 你誰口的願望 我發放在心裡崩 我用緊接 默默心情 又如何 你走 我也問小魏就是譬如說來台北多久 然後 關心的是怎麼樣成立 然後其實是小魏跟溫妮本來就有要做 本來有一年就有一起合作 對… 第二年你也想說 再試試看把這個idea都擴大 我覺得這是好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你們組團前就認識 如果就是團員之間本身就是朋友 或是兄弟姐妹 然後再組在一起 那個革命情感會比 都不認識 然後應酬 來得好 我跟你說團體真的我要講實話了 團體其實很難搞 你看我們 我們那時候 我們就是20年前 其實我們也是大家都認識 像阿滴 昆達 歐龍 他們本來就是同學同學還要練很多東西 如果一開始就有非常好的成績 我覺得你們要非常珍惜 因為 就是 不知道會不會繼續好下去 欸 這是一個 還有就是你可能會 太得意的 你知道嗎 就是有可能會 有一些那個初衷就忘了 我覺得初衷就是要有 要唸完初衷 唸完再來就唸高中 我們再過四天會去練舞教室 也會來練一下 要去練舞室打架 他不是我們這一團 東燦傳媒 FTNN新聞網的朋友 大家好 時間過得真快 東燦傳媒已經滿一週歲了 中心祝福 生日快樂 健康吃百里 也期許 風燦傳媒不斷突破創新 善用新媒體 新力量 和國人同胞 一起迎向美好的未來 最後祝福 工作同仁 萬事如意 合家安康 2023年4月 風燦傳媒誕生了 一路走來我們無謂辛苦展現專業 讓FTNN新聞網達成千萬瀏覽的成績 我們無謂付出展現創意 讓網路節目達成千萬人次觀看的目標 謝謝你們一路支持與陪伴 風燦傳媒 感謝由你